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朱元璋外脸形象的画作大多出自于民间 但与所谓的满清抹黑的说法相左的是 这类画像其实在明代便已经出现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明朝这种形象的朱元璋像 依然在民间得以流传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在当时的时代 这种形象其实并非是抹黑 相树疏云 龙行者 吴岳起 鼻高 目长 耳耸 形貌端眼 身体长大 上下云亭 骨骼清秀 眉目分明 三亭平满 天地相朝 印堂起 边地起 举止 出众有威 全足即便 明朝人张轩在其一要一书中 并描述民间所传的太祖画像 为龙行求染 左脸有十二黑字 由此可见 朱元璋的邪八字脸形象 早在明朝便广为流传 而非清朝 同时使用的说法也是龙行求染 在当时这种脸型被称为龙行脸 非但不是丑话 反而是一种神话 神像泉边 卷九中 对龙行有所描述 赴龙行者 其人鼻高而锁 形貌端眼 身体长大 骨骼清秀 眉目分明 举止出众 有威权 足积别 西汉高地龙准龙颜 唐太宗 龙姿日角 乃帝王之相 非常人也 这种意象 当代人 依照今天的审美观 将朱元璋的意象 称为丑相 实际上是偏狭隘的 但过去的人 却不一定坐如士官 如清末赵鲁珍 就用雄豪齐吻 深目长霞 来形容朱元璋的意象 那么朱元璋真实的形象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明代 一直有着自己的宫廷画师 所绘画的皇帝像 明太祖朱元璋 更是有青年老年两套画像 从这些画像中也可以看出 朱元璋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传奇帝王 作为亲眼目睹朱元璋相貌的宫廷画师 即便他对自己的画作有所美化 也比同样背景下 民间猜想下的这些画作 更能还原朱元璋的真实长相 回到视频的一开始 电视剧《大明风华》这部剧 采用的朱元璋形象 到底是不是丑化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必然是的 首先 龙形脸这个概念 知道的人很少 大部分历史爱好者 都是认为 歪脸朱元璋形象 是满清丑化的结果 《大明风华》剧组 在明知这种观点的情况下 未做出任何解释 就采用了如此形象 其用意可见一斑 便是希望 以一种华壮取宠的方式 来达到炒作 以增加热度的效果 事实上 他确实做到了 但这样一来 也会误导更多的观众 从而对这段历史产生误解 其次 龙形脸的形象 在古代 是人们对君王形象的神话 但在现代社会 明显是挑战人们 审美底线的丑化 换个例子 《三国演义》记载刘备 两耳垂肩 双手过膝 木能自顾其耳 如果影视剧 真的按照这个形象来 制作出一个 大耳 长臂的刘备 那这样的刘备形象 难道不是对他的一种丑化吗 我们的观众 能够接受这样的形象吗 更何况 既然是为了还原历史 而制作的历史人物 为什么 有真实的形象 我们不去采用 偏偏要去采用那些 错误的 丑陋的形象呢 除了朱元璋的丑化形象外 诡异的服饰 也是大明风华的重要问题 明代题材影视剧 在服饰还原制作上 一直是重灾区 各个影视剧的服装设计 似乎对金色 有着迷一般的执着 往往遍体流筋 充斥着 因对宫廷艺术缺乏了解 而自作主张 产生的爆发护审美 以此来无视那些 新人留下的 资料充足的历史画像 即便是辣眼睛的大明风华 它里面出现的一些明朝服饰 居然也比大多数 金灿灿的明朝剧要靠谱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如今 韩国影视剧 在本国的古装服饰还原上 越来越考究 我也希望我们的古装剧 历史剧 能够更好的传承古代服饰文化 还原真正的历史 冥冥在下 赫赫在上 日月昭昭 永昭大明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